首先来看到这礼拜当然现在大家很紧张 上次NVIDIA财报就公布了 那美国鹰派升级的声音又起 所以这个时间点 当然今天台股表现的蛮不错的 那是不是半年线就此稳稳守得住 不用担心再破底了呢 守得住不然按圈好不好 你觉得再看看按X好不好 都守得住耶OK了 所以开始期待明天财报之后的大局反攻了吗 对我讲明天大概OK 但是你说会不会从这个地方 就一路的开始往这个万七这边走 目前看起来还没有那样的一个迹象 那我想整个大环境 先跟各位慢慢做一个复习 就是说第一个从12629上去 我记得我跟各位有讲过 16300是一个满足点 那看它能够到多高 那结果后来事实上来证明 就是说16300过了以后 还攻到17463 整整几乎多了快将近1000点 那既然当初的16300是压力 那你过下去 它就会变支撑 所以我记得 我们在上次录影的时候 我们说如果破了季限的话 也不用担心 因为16300这个地方 会有三道关卡 在这个地方守住 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上升的一个趋势线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半年线 因为计算的话半年线 慢慢上升 应该会落在16300 然后第三个的话 底下这边有一个缺口 就16264 那当时我说这个三个很重要的安全气囊 应该会把台湾股市给守住 可是问题是说到前几天的时候 这不是以今天 回答这个角度来看 我记得很多人还是担心 16300会破身 我记得上一次的题目 会不会回撤16000以下 对 所以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那现在我比较跟各位再讲 另外一个格局的部分 就是说这个行情 什么时候会正式发动 我不认为是现在 所以如果说明天动的话 我也觉得很合理 因为那个是反映消息面的利多 但是真正在动 我比较倾向于第四季 那我的理论是这样 第一个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9月12号这段时间 应该是属于一个相形整理 只是比较高姿态的整理 主要的原因是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总统选举的登记日是在9月12 然后呢明年的1月13号投票 那也就是说你在9月12号之前 老实讲你也不知道候选人是谁 或他的副手是谁 你要是做任何的一个宣传造势 你都没有办法 那台湾的行情本来就比较浅跌 当然会有一些电子的因素 跟着国际走 但是整体的热钱的氛围 还是跟着选情在动 所以也就是说9月12号之前 他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三条线给守住就好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这三条线 是守不住来到1万6以下 未来就算你要拉也很难拉 因为你要花更多的力气 那个叫做四倍公半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点上面 又有中国的 比如说最近有碧桂园的事情 有恒大的事情 那NVIDIA那时候也不知道好跟坏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 甚至还有接生后 就是包含利率未来的一个情形 但是到了第四季的时候 我就要提醒大家 第四季的时候 过了这个9月12号 现在的八大行库 其实已经在这个地方 光8月份到8月15号之前 就已经买超将近快300亿了 所以也就是他等于是已经在 为这个选举的造势 在开始做一些暖身 对 然后第四季的时候 开始正式的拉动 那第四季 我觉得大家对 忘记不忘这件事情 已经慢慢的开始消除 然后呢 大家已经开始展望明年的行情 所以那个时候又会有很多新的EPS 在估出来 那也就是那个时间点要去动 每年都是从第四季 动到隔年的农历过年 我觉得那样的一个机会很高 所以简单的跟各位做一个结论 现在的回答各位去看 它这次有一个上升的趋势线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空方缺口一直都不补 然后第二个的话 你把它上去做一条中轴 这个就是所谓紧线的中轴 那这个的话就是所谓转强中线 也就是现在的股价 如果在今天晚上能够站上 这条蓝色的转强中线的话 下一条压力应该就是 所谓的空方韧错线 那空方韧错线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只要一站上去 后面就有一大段喷出 但是呢 我觉得站上去的时间 也不会在最近 所以它最近就只要维持在 中轴跟空方韧错线这个中间 对台股就算是一个很好的交代 那比较好的一个情形是 9月12号以后 要发动再来发动 OK 好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伺机而动 这个9月中过后 这是有名哥的看法 好 张姐 那基本上呢 我认为在8月15号 才报整个公告之后呢 其实丑媳妇已经见公婆 所以呢 台股从轮跌 其实变成轮涨 那那个男人 也就是说这个NVIDIA 这个黄德勋董事长 他在5月的时候呢 甚至是在这个前一段时间 救过整个全球的一个股市 那因为台股呢 其实在整个AI伺服器的这个比重是很高 然后跟他呢 又是有这个很接近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认为这个台股半年线会在这边守住 但是呢 我也没有很乐观啦 因为整个大格局来说 像是7月是卖超839亿 8月10至上个礼拜22号 已经卖超1116亿 也就是说在美国这个 之前的共和党跟民主党 我们上次来节目有提到过 他们之前是在吵架没有发债 那在9月之前是不断的在发债 有1000多亿的美国政府公债在发 那不断的在这个债券 丢出来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会殖利率就往上 所以这个是总体经济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来讲的话 台币其实也是就这样硬生生的 贬到了32 31.990 那这个资金外移的状况是很重要 而且很明显的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 好像这个资金一直很强 我们这个蚂蚁熊兵 或是投信扛得住 事实上呢 这个资金外移的状况很严重 我认为大家要戒胜恐惧 那只是说 你在这个指数放两旁 玄谷摆中间的一个 这几个一个 这个口诀来说的话 是目前我认为操作最重要的事情 OK 玄谷资金还没有完全回来 不要掉以轻心 好 志源 我觉得现在大环境来看的话 就是说 其实以美股那边 我觉得比较大的变数 应该是就是 这个全球央行联会 Jackson Hall 那我们看最近的公债殖利率 今天 10年期公债殖利率 4.36% 创最近16年的新高 哇 这个又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扰动 那这个扰动 我觉得 大家觉得可能会在升息 那实际上来讲 我觉得就对市场的信心 会有点压抑 所以我们看 美国的科技股 其实最近来讲 都是因为这个事情被压抑住的 那当然 我们现在期待这个 灰达的财报 我觉得灰达现在的状况 很像什么 很像经典赛的时候 日本 跟美国的一个状况 那灰达是谁 大鼓 那他对上尊鱼 对不对 到底是三振他 还是让他打全A打 我觉得比较 他比较像是大鼓 会比较多 为什么 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说你看 以灰达的现行 前天大涨8%之后 在技术现行上面 他一定是 比较偏多的一个状况 而且日本都有领先 那么 其实我觉得灰达的财报 一定很好 只是说好到什么程度 那我 其实这两天 我去看他的一个 所谓的ESG相关的一个年报 我就发现说 他的H100强到什么程度 他说如果用一颗的话 他可以抵过26颗的CPU 哇 这是26倍 等于是说 你让他所有的资料中心 让一颗 灰达的H100去run的话 他可以直接打趴那26个串链 他可以节省多少电力 非常的高 所以我相信他的毛利 一定是非常的高 获利一定非常的好 但是我觉得现在市场上 给予他一个非常高度的期待 就像大鼓一样 你要二刀流 你不只是要打全年打 而且要打很远的全年打 而且还要三人对手 所以这个状况来讲 我觉得就是会比较动荡一点 另外来讲就是一个 比较系统性风险 就在中国的一个部分 但我觉得中国的部分的话 他还是比较偏向他自己 内部的一个系统性风险 是一个比较多的 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 其实没有太大利空 但要留意就是整个在 鲍尔在这个全球央行年会 有没有可能 因为其实他去年很带衰 他讲的时候全球股市是大跌的 但是这是不是相对于某些利空 就是大家再次进场的机会呢 因为都认为第四季是有行情的 我们先来关系一下这个NVIDIA 马上这个在美国时间是8月23 我们的时间8月24 凌晨的时候要公布他们第二季的财报 现在大家真的是屏息以待 这个灰打乐透开讲 到底结果如何 是不是AI狂潮再起呢 我们现场先调查一下 押注一下 AI狂潮会不会再起 Yes or No 只有这个张杰最有信心 另外两位持终于意见 好 圆明哥 第一个 我觉得刚刚之前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股市有点复杂 因为它永远 股价永远是跟自己的预期在比 就是说你一个礼拜之前 当你没有 你觉得行情要往一万六千走 这个一万六千点走的时候 你对辉达是不会抱有太好的期望 所以那个时间点上面 你对它的看法跟对所有AI股的一个看法 你是低标 但是因为你这几天守住了 又攻上去了 所以大家临到了后面的一个期限的时候 你的期望值已经拉到脖子这边了 那你接下来你只能更好 你就变成过河阻止 你没有退路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市场上对辉达到底预估是怎样 就是2024年的第二季 大概营收要成长百分之六四 毛利率要回到百分之七十 然后资本支出要十一到十三亿美金 如果这个数字已经变成市场上公认的标准的话 那今天晚上出来 如果不急这个数字 那个会有失望性脉牙 那如果急这个数字的话 那个叫符合预期 如果有超乎那个预期的话 我觉得那个股价才会动 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复杂的 你说它好不好 我觉得它非常好 但是因为你给它的标准已经是 这个小孩子 我觉得他就应该要考一百分的 所以他最后考到九十分的时候 我认为他退步了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AI会不会变成一个狂潮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国际上也不支持这件事 因为我们刚刚说NVIDIA的一个走势 它是属于多头的三条线 就是你把它当成五线谱里面来看 有点像布林通道 它基本上已经是在中轴以上的一个位置 可是问题是你拿来看AMD AMD整体的一个状况 回答是空方缺口没有补 但是你去看AMD的空方缺口是补 多方缺口是补了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位在所谓的一个缺口下缘 还跌破 我们就算它这个地方不是很弱 但是至少也要整理 那这件事情就是在反映说 到目前为止确实 NVIDIA的进度还是领先AMD 所以股价其实在说话 好 那我们回头来去看台湾这边的一个状况 所有的AI都雨入均栅吗 其实也没有 所以我把AI股分成四大类 就形态上来讲 因为现在他们好不好 我讲大家也都不用去质疑 不信你自己去搜索那个新闻 应该没有人说他们不好 不管你从机壳类的 从散热类的 或者是从伺服器的 所有的这个电源供应器 或PCB 但是你现在如果说 你把它分成四大类 第一大类我是认为 还有操作空间的 叫大量飞高点 也就是说像光宝科这类的股票 因业达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最高点当天是最大量 所以我们常说最高点 不会落在最大量 这个叫量线架行 这个股价的一个逻辑 所以它还是有创新高的条件 那第二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的话 就是投信索码 投信的恐怖平衡 比如说像台光店 台光店投信已经持有 加近快20%了 所以这个地方 只要投信没有大卖的话 股价应该就太高漫步 所以它是沿着月线开始往上走 那你月线管理高的话 这个地方会回来 那月线贴的月线走的话 越贴越安全 好 但是这一类的 其实就没有那么好 这个叫做右肩出货形态的疑虑 那这个就包含像伪创 各位可以去看 一个股票高点下来了之后 你去看这个下来的过程 光宝科下来的过程量是缩 可是你去看伪创下来的过程量 我们缩 完全没有缩 那这代表什么含义 这个地方一定有声报转让 一定有当初你很多声报转让 在这个地方 你来来回回的去 所以有一堆的人 在这个地方连环套 连环抢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比较有右肩的形态 那你说奇怪了 广达就没有 对 广达就没有 音乐台也没有 所以你说把伪创广达跟 音乐台来比的话 确实就有一支 可能走得稍微比较堪忧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就是所谓的尾盘偷跑型 像昨天 昨天的银邦 极可类的银邦 这个地方尾巴就偷跑 那它的一个股价 是因为它跟月线的正乖率 已经高达快48% 所以这种股票的话 就必须要被修正 因为它过热 所以现在的AI 其实已经有类似这样的情形 从国际间 你看两大指标都走不同掉 那现在国内 我大概也分成这四大类型 好 市总 请大家来这个 特别来做参考 如果出现这个出货形态 或者刚发现这些警示的话 要特别小心了 好 大家这个筹码端 那个刚才有没有提供的判断 刚刚比较有这个信息 就是队长了 你觉得会再急 对 那我个人是比较 从所谓的军备竞赛的角度 你说我从产业跟这个 所谓的这个整个科技 新科技的一个带动 来做一个想法 第一个其实我认为对比于1995 96年的 所谓的互联网狂潮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上网要干什么 可是问一下沁宇现在上网 十一住行娱乐 你什么都买得到 其实不上网不知道干嘛 对 你在什么591租屋王 买房子买车 然后这个买菜王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你连拜拜的东西 所有的买书 所有东西都在网路上买得到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早在7月的时候并没有 例如说英国他砸1亿英镑 要来做所谓的这个军备竞赛 那我说了 他们现在在做这个 是所谓training的AI伺服器 他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应用 可是他不买不抢 他的伺服器就输人家 运算的能力就输人家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来引用 凯基证券投顾他提到 训用的AI伺服器 明年有19万台 今年有19万台 明年是57万台 这个商机基本上是千亿美元以上 也就是说我认为 刚刚提到的 不管沙烏地阿拉伯 或者是什么 阿拉伯联合大公共 或是英国 未来一定是全世界 所有的大的公司 就是要做军备竞赛 所以这一段时间 大家先不要预设立场 就是觉得说 好像长多了会觉得这个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 根本就还没有泡沫 就是一个科技的一个 主身段都还没有开始 那当然 主身段都还没有开始 是的 那当然我个人也很认同 永明哥刚刚提到 就是说 现阶段不再会是所谓 雨露均沾 也就是从这个百花齐放 一定会进入到强者很强 那我的产业分类是五个方法 那其实这个 选择的一个判断的方式 跟永明哥 其实我们这个 大同小异 我们这个英雄所缺略的 我简单举例 像散热 例如说你可以分 组装 机壳 散热 跟PCB 或者是做半导体检测 那顶多再加一个IP 那组装其实你看 广达 财报公布出来第二季 获利是4.6块钱 这个净利的成长是56% 这叫财报惊喜 那伪创公布出来 财报其实就是普通 或者是惊吓 那我们来看 齐鸿跟双鸿 齐鸿是涨了三个月 这个七八九月一直不断的创新高 十字线都没跌破 双鸿是整理三个月 财报公布之后 一样惊吓 连杀三根破形态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产业里面 有一些是真的AI它上修 例如说齐鸿 他说第三季有真的AI的订单 双鸿说可能认证 还要在八月九月才能够拿到 OK 那广达也一样广达 并没有大股东 身上 尾创是有红基 卖了三万多张 OK 所以每一个 其实我简单举例 广达 对 那像秦城窗户的业绩做出来 都是惊喜 那建设其用 前面排序的就是我认为 这个基本面上比较惊喜 那刚刚像这个台光店跟箭顶 这个也是 你从财报 你从大股东的声让 你从技术面来说 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强跟弱 所以就算你要跟着NVIDIA这个大哥 你还是要找出强跟弱 你就有办法掌握下一段 所谓的真未来真趋势 真的AI 这是我个人一点点的看法 OK 所以哪些可以留 哪些可以走给判断标准 智远你刚也是保留的 是 那我想现在来讲 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在押注 这个挥打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也是跟我前段讲的一样 就是说 现在大家看 我觉得你要再翻倍成长 我觉得这个时候压力 会比较大一点 那当然来讲 这个惊喜到多少 我觉得就是看 今天晚上可能很多人都睡不着觉也好 好好看一下这个 这个挥打的那一个表现 OK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其实大摩 现在对于这个AI供应链是非常的看好 而且说这个整个订单可能会是千亿 明明会翻到两千亿以上 这一点对长怎么看 OK 那其实我认为 这个大摩的看法 我是完全认同的 那只是说当中 还是大家要分出区别 我简单说 像鸿海 它的法说 如果大家去看这个逐字稿 它的这个是所谓的GPU 它是这个FII 就是工业复联 它做的是这个比较简单的所谓的 可是在伟创跟广达做的是 Server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Mutterball 跟GPU的Bestball 简单说就是 难的有人做 简单的也有人做 所以为什么 这个大摩的报告其实解释 鸿海其实法说会 它说它也有AI 它也蛮好的 可是结果股价竟然是跌破前低 OK 所以这个真跟假 就是拿到的这个是 所谓的比较贵的 或者是毛利比较高的 比较好的 其实这一篇大摩的报告 我认为它讲得很详细 那结论当然 其实广达跟伟创 甚至是技嘉 还是拿到一个毛利率 比较高的一个部分 那它供应链列出来的东西 其实跟我刚刚那个表 它就是分几个产业 机壳也有业绩抢的 那散热也有 包括散热的GPU 甚至CCL的铜箔基板 跟这个台光电 那我再来给大家 这个echo一下 就是说大摩说AI那么好 可是其实台湾 我们7月的出口 知通讯产品 万宏从中一点黑 就是54%的YOY 也就是说 台湾在整个7月的进出口 是很差 而且是这个状况是蓝灯 那所有电子零组件 这些都不好不好 更不要说黑色金属 什么铁矿砂煤 铜像万海 是一整年跌了9个月 那个钢铁航运塑化 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的状况 只有知通讯 所以AI是一门好生意 不只大摩说 我来给大家说 我们7月的进出口 在知通讯产品 YOY的年增率 基本上是50几个% 这个部分也证明了大摩说 AI是个好生意的这件事情 不见到 我对这件事情 就不想吃了 你自己也不想吃了 我会不想吃了 你自己的参照 因为你给了这些 你自己在这些 有什么意思 我虽然有什么想法 我虽然是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